除了糧食主權 中歐大陸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是一大焦點 中國毒奶粉事件已經引發中國遊客與水貨客到香港搶購奶粉 幾年下來使得香港的奶粉短缺 引發香港市民不滿與憤怒 2月1日 香港當局迫於壓力 宣布採取措施 限制中國客購買奶粉數量 香港當局寄出新規定 從香港到中國火車 允許攜帶行李的總重量從32公斤降到23公斤 同時限定中國客 回程時每人只能攜帶1.8公斤的袋裝奶粉或兩罐罐裝奶粉 大陸客搶購奶粉 當局卻應對不利 1萬4千名香港居民到美國白宮網站簽名 要求美國總統歐巴馬解決香港人買不到奶粉的問題 使香港有關單位倍感壓力 除了限制中國遊客的購買數量外 同時打擊嬰兒奶粉的走私 香港當局也宣布設立熱線 讓香港母親訂購不同品牌的嬰兒配方奶粉 並且保證在中國新年前送達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晨光編譯 新售